10月21日,NBA巅峰对决正式打响,胡人主场对战火箭队,火箭三巨头开套7-0领先,却被胡人瞬间扳平。 占姆斯爆扣2万人沸腾开场后,保罗就拿到一血命中了3分,随后脚佩拉莲拿4分,火箭队开局就打了胡人队一个7-0,然而这样的糟糕开局没有打蒙胡人队,随后哈登也命中了3分球,火箭两大超区都有3分球入仗了。 然而胡人队在詹姆斯的带领下,开始连续追分,詹姆斯、英格拉姆和龙多分别拿到了4分,在詹姆斯一次大气的双手爆扣后,胡人队14-14领先扳平了比分,火箭7-0没打听胡人,但倒是胡人瞬间扳平比分,把火箭给打停了,詹黄疯狂爆扣后,胡人现场2万名死中全都沸腾了。 从开场后的情况来看,火箭队今天还是坚决的走魔球理论,开场后火箭队三分球手感不错,哈登和保罗都已经很快得分了,胡人队的三分球手感子还是比较差,正一场比赛他们三失中期,今天开局是三中令。 不得已之下,詹姆斯和龙多开始加强了对篮下的杀伤,毕竟火箭目前对篮下的保护是比较弱的。